小布要进入攻击模式了 北军队反击 小小轩 非常快 对非常快 非常凌厉的快 得分不够多 那我们说了 就是小布在场上 他的得分多 他的运球挡拆 这个使用的多 但是组织两个风险不够 那么所谓要弥补的 那么是在他的栏目球 对 所以今天这两个取胜的关键 双方取胜的关键 将是我们关注比赛的一个看点 比赛即将开始 让我们一起来 把视角投到比赛当中 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去判断 判断防守人 你应该如何去做 那么有的教练喜欢很多的配方 有的教练就是喜欢 配合不多 但是做得非常好 这个球 主要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换折分 二点是二十加一 周远希今天是伤愈复出 四个人去加马布里 马布里在篮下 惯着那个防守强度 看一个挡拆一个底线 全都换人 包括在这次 但是换人以后 防守不坚决 还是 李学林区突破 再打出来 外线周远希再投 这三分球是真横啊 对 你连这六个三分球不进了 篮下得是一机会 Foundation 接着再这三分球 主打 keto Glob 等 中阴 毛大的 担保 另一担 天地 曼謝 太好了 太好了 首帅 高 确实大逢的个人防守 篮板球的问题 那么如果说这些球 你篮板球抢到了 那么广东是很多时候 它这个零中率 由于受状态的影响 零中率不是很高 袁宇 我都被盖了 篮板球 北京队的 好球 反击好球 我不理这个球 传的是非常漂亮 确实有经验 是 不犯规 小布这个球投的是 比较勉强 再立加速起来 再看 我小布这一下 直接给了一个 聚龄神掌 直接打在头上了 我们首先要说 小布可能也不是有恶意 这球有点走步的嫌疑 开判没有判 莫里斯 中线突破 再给这套桌 开判永远都是正确的 打到外线 没人防 朱远熙的三分九 这球朱远熙就像在 广州这个演艺中心 又犯规 又犯规了 确实这个球 刚才在防戴小川的队员 没看就是周鹏还是王志鹏 确实手上有一个动作 再看 这个动作确实非常明显 好球 小小川还是真稳啊 四伐三中 小布又要进入攻击模式了 北队反击 小小川 非常快 对非常快 非常凌厉的快攻 那若测这还在防着自己一边 这边也是 也没有人跟朱远熙在防朱远熙 朱远熙拿着球得瞄了一秒钟啊 朱远熙三分球 要住 朱光云 朱远熙在这个同样的位置翻了三分了 就到了马布里的手里 北队全场是三打一 较老船 ……两分 美农队艰难地把比赛的势头搬了过来 联防和乏篮救了北京队的命 是 他使用的就是党拆前面的这两个人 突破分球 美农队收缩 再给李然宇被盖 看北京队的反击 最后要4秒 莫里斯 赵犯规 珠芳宇被罚下 两发一中领先三分 小布底线球 罚出来 找星哥尔队 要找三分球 没见北京队赢了 北京队获得了总冠军 实际联赛17年的历史上 北京队第一次冲进总决赛 在没有马不里的情况下 他们战胜了强大的广东东莞银行 获得了总冠军 祝贺北京队 他们创造了历史 总冠军球队 北京军医队的主力球员 翟小川对他进行一个短暂的采访 翟小川首先恭喜 获得了这次的CBA总冠军 我看你是全队第一个掉眼泪的 能不能简单的回溯一下 究竟那个时候你想的是什么 当比赛还有将近十秒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就是那种激动 已经忍不住了 然后就一直在想着 那些老队员一直 筋搏这么多年一直不容易 一直在等着这个 这个荣誉吧 然后我就想 就是说一直想着去帮助他们 能做一点事 那么你认为你是一个合格的新秀吗 从这个赛季来说 这个还可以吧 还可以 那么一个还可以能够干过很多事 你今年入选了国家军军队 你被很多人认为是最佳新秀 那么你觉得这个总军赛来说 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这个总军赛对我来眼 对我而言感觉就是刚开始嘛 自己还年轻 以后路还很长 就是说 先经历一些东西 然后往后面而落 然后自己还要去努力 那么接下来马上就要有国家队的集训了 很多老大哥在今天上一场 都曾经来到现场看过比赛 那么在他们的注视之下 你觉得这几场的总军赛有压力吗 这个还好吧 没有什么 当时自己调整就是没有再去想 然后比赛不敢看他们那边 不敢看他们那边 那样的情况 那么你认为对于总军赛来说 你最大的挑战是不是 还是挑战就是 还是说自己的心理 然后承受压力 然后还是帮手上 然后自己本来身体都不强 然后帮手上 中方宇他们那些有经验的青年 那些老队员很吃力 你是一个很幸福的年轻人 因为你的球队第一次出去总军赛 就拿到了总冠军 最后一个问题 你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伦敦 伦敦 非常的感谢张小川 希望你能够先享受你的胜利